来看美国总统大选消息 共和党代表大会在我国时间今天早上拉开帷幕 这场被视作准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加冕大会 却是闹剧开场 一批反对特朗普的党代表要求逐个州记名表决 希望修改党规 允许提名其他人取代大嘴巴 征战总统选举 不料大会驳回动意 迫使反对阵营离席抗议 而场外同样乱糟糟 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示威者在会场附近集会 不过两派人士相安无事 没有爆发冲突 特朗普赢得党内提名票 但要披上共和党战袍 争夺总统大位就得看今朝 但没想到在克里夫兰登场的共和党大会 党内大咖却不出席 由特朗普唱独角戏 随着总统选举选情白日化 党内保守派势力的倒特行动俯上台面 誓言在代表大会上阻止特朗普的提名 信誓旦旦的反特朗普阵营 原本取得了九个州签名 要求大会逐个州进名表决 以推翻初选结果 另选其他人征战 没想到最后计划胎死腹中 所以说被视为党内的叛乱 计划宣分子计划宣告失败 但一场原本理应顺利通过的加冕秀 却乱成一团 特朗普要党内团结一致的美梦落空了 反特朗普代表认为 整个投票系统已经被操纵 不排除发起下一步行动 阻断大嘴巴的百宫征途 党内意见分歧不断 而大会会场外同样乱糟糟 数百名反特朗普的示威者 走上街头高喊口号 不要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反对特朗普成为总统候选人 相比反特朗普示威者的激昂情绪 在一公里外挺特朗普阵营 集会气氛显得平和许多 不过就在枪击案接连发生的敏感时期 一些集会者竟然公开携带枪支 警方不敢掉以轻心 严密监督情况 避免集会节外生枝 感谢观看